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来看三舌三世凤雨花开,十四 玉璽立于三舌十旁,一头长发清晰而下,万种风情近生双眸似水,却带着淡淡的冰冷,似乎能看透一切 十指千千,肤若拧止,雪白中透着粉红,有仙子般脱俗气质不尽的美丽清雅,高贵绝俗 用手轻扬水袖拂过,玉璽仔细地寻找着,一下,两下,三下,突然间眼中闪过一丝疑惑的光,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为什么会没有我的名字,不对,我再找找看 说着玉璽再次默念自己的名字,伸手挥向三舌十,但是三舌十没有任何反应 玉璽想了想,默念了一次文昌帝君后,伸手挥向三舌十,可三舌十依旧没有反应 此时,三舌十上的一个名字引起了玉璽的注意,是幻云落语,而名字旁边是一片空白 其他的名字都是成双成对,唯独这是一个名字单一的刻在三舌十上 玉璽身手碰了碰三舌十,幻云落语四个字发出了金光,似乎感应到了玉璽的气息 玉璽看着名字发光,想起母帝告诉过自己,只有自己在三舌十上触碰自己的名字时,三舌十上的名字就会发光 玉璽连连后退几步,自言自语 怎么会这样,我是凤雨玉璽,并不叫幻云落语 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发光 难道,这是我的前世,我的前世叫幻云落语 玉璽转身返回朱仙台,看着台下阵阵力气犹如虎狼般想要将它吞噬,自嘲道 当年姑姑,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吧 那时朱仙台的力气,撇开了琴仓师家给姑姑的封印 我的记忆说不定也被封印了,今日,我若从此处跳下去,我是不是也可以解开封印 公主殿下,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帝君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不放心的沐云将军和上官将军赶来瞧瞧,却差点吓得他们魂飘魄散 玉璽美目流转,恍若黑暗中丢失了呼吸的苍白蝴蝶 神情淡漠,恍若又丢了魂魄 忽然间嘴角勾起一抹惊鸿般的微笑,如同烟花般飘渺虚无而绚烂 玉璽回身看了一眼三生石,唇边笑容慢慢加深 白色的衣裙咬叶在朱仙台上,背影异常的孤立 任谁见此情形都会善然泪下,只听她淡淡地说道 沐云,上官,本公主不会和姑姑一样傻 本公主说过,要等她回来 一道鲜光闪过,玉璽的身影消失于朱仙台上 碧海苍林,玉璽降落圣林池边 伸手捏了一个碧水锯进入池底 东华的仙声被沧河神剑的剑气化作仙杖围绕着 当玉璽一步一步慢慢靠近时 沧河神剑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一时间发出悲鸣的响声,传遍了整个碧海苍林 东华帝君在冰关中安安静静地沉睡着 五官刀刻般俊美,面部轮廓棱角分明 完美地无可挑剔 犹如上天手下巧夺天宫的一件最精致的作品 即使在睡梦中,整个人也发出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 张扬着天地公主的威严与高贵 万年不变的英俊脸上竟浮现着丝丝的笑意 想来定是在梦里看到了心爱的人 玉璽牵牵御手俯上冰关 眼眶中突然掉下什么东西 晶莹温润,瞬间滑关的世间绝美的脸颊 落在东华沉睡的冰关上 玉璽 滴滴的声音响起,玉璽猛然抬头 眼前人影唇边带着丑溺的微笑 缓缓向她伸出手 玉璽 东华,玉璽请身迎向那个影子 可当她快要扎住衣袖的时候 又瞬间消失 东华,不要走 带着哭泣的颤音 任谁听了都未知动容 那不是挽留,是哀求 玉璽回身紧紧盯着东华的先生 沉边泛起一抹淡淡的请笑 一阵清风拂过 青丝萧萧萧随风起 先引断清晨 只见她双手拦指相对 周身掀气缭绕 白色的光芒闪过 刹那间奉酒一身白色迷伤 混作紫色的织锦长袍 腰间金色的凤凰 犹如植玉冲上酒消 如蝶翅玉飞的紫色衣绝 绣满了灿金色的纹路 摇曳在素雪纷纷的花间 直至晃了所有人的眼 仙子玉刺的面容上 浓结头下的阴影 由似宣纸上大漠阴染 那一双灵头 空灵渲染 惨弱成心 晶晶一扫 刹那间就叫人 居然间湿了魂魄 为之神魂颠倒 发丝犹如淡色泉水 流淌而下 激荡起层层墨色流光 金光锦簇的凤冠之上 垂泻着七彩琉璃珠 此刻的凤与公主 美得无与伦比 连这碧海苍灵都为之失色 这正是玉西在天外天 穿的公主的服饰 玉西伸手划破手指说道 目前青丝不会有任何问题 东华 我以我身为天外天 凤与玉西公主鲜血启示 我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在你沉睡的这段时间 为你好好地守护着天下苍生 说完便投也不回地 离开了碧海苍林 回到了青丘的狐狸洞 三天后 青丘狐狸洞 玉西刚刚处理完青丘的战务 米谷拿着一张帖子进来 给玉西说道 小殿下 天君派人送来了帖子 说是太子殿下和姑姑 继任天君和天后的大典 与两天后举行 请小殿下前去观礼 小殿下你去不去 玉西接过警体说道 姑姑和姑父要继任天君和天后 作为姑姑的侄女 我是肯定要去的 再加上受九道天雷 和三十六道荒火 没有不受伤的 我的治疗术刚好可以帮助 他们快速地恢复伤势 两天后 九重天去林霄宝殿 玉西换上了自己登机 继任青丘女君时 穿的红色礼服 来到林霄宝殿 守门的将士通传道 青丘女君道 玉西进入大殿 走向自己的青丘女君的位置坐下 浩德天君不久之后走入大殿 玉西随仲仙起身行礼道 小仙见过天君 浩德天君说道 仲仙免礼 请坐 待仲仙坐下后 浩德天君又说道 今日仲仙积在 本君要宣布一件事 本君的年事已高 而太子叶华 文成武德 普天无二 今日本君退位于太子叶华 让太子叶华 太子妃白浅 即日继任天君天后之位 而白浅和叶华 继任天君天后 虽说这是一桩好事 但举手的是 他们要一同承受九道天雷 和三十六道荒火的大业 而叶华曾经为了完成 白浅一心复活莫冤的愿望 耗费了自己一身修为 后又与秦仓大战 修为几乎耗尽 虽然有了这几年的修行 但远远不及从前 而白浅上神 又是最怕天雷之人 自然指望不上他 他们继任天君天后的前一晚上 白浅似乎有心事 早早便上了城 全身发抖 叶华注意到了他 也早早上床陪白浅睡觉 叶华笑着说 浅浅 怎么了 害怕了 白浅微微地点了点头 叶华握着他的手说 浅浅 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则晓得你害怕天雷 明天你站我身后便是 叶华 可是你的修为 白浅有些担心地说 浅浅 为了你 我这一身修为 又算得了什么 今晚你好好歇着便是 明天的事你不用担心 叶华深情地望着白浅 白浅感动地抱着叶华入睡了 这一日在四海八荒六合众仙人的见证之下 他们接过天君递来的天鹰和侧宝 携手走向了天雷台 在天雷快要劈下来的时候 白浅却做了一件令诸位仙人都震惊之事 他拿出了青秋的法器 把叶华捆了起来 自己则站在叶华前面帮他挡住天雷 白浅对叶华说道 叶华 从前都是你保护我 这次 换我来保护你 一道道天雷劈了下来 正劈在白浅身上 谁知一向害怕天雷的他 今日竟能承受这么多道 还始终不吭一声 叶华有些绝望地喊道 千千 你干什么 放开我 这个不是你感受的 千千 不仅是叶华 连玉西也很担心 若不是顾忌重心接载 恐怕玉西早就跑到那天雷台上去了 叶华眼看着白浅的脸色越发痛苦 身上的血一滴滴滴向地面 却无能为力 只是在一旁哭着大声喊叫 千千 终于大叶完成了 白浅也被劈得浑身是伤 他向地面吐了一口血 竟然还能对着叶华微笑 他一挥手 将叶华身上的法器解开了 叶华向白浅奔去 哭着问白浅 千千 你怎么样 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带你回去 说完并扶着白浅回喜务宫 玉西健壮也立刻上前把白浅扶着 白浅很是虚弱地向叶华摇摇头 说道 叶华 你不用担心 我没事 叶华也清楚 一个仙者承受了九道天雷 和三十六道荒火 怎么可能会没事 这好比丢了半条命 就这样走了一会儿 白浅突然晕倒在地 这可把叶华吓坏了 赶忙把白浅抱起来 就往喜务宫跑去 当了喜务宫 他把白浅放在床上 救命人去请药王 玉西上前说道 不必了 让我来吧 说着来到白浅身边 双手掐掘念叨 凤雨归来 只见一朵朵凤雨花 从玉西手中倾心而出 融入了白浅的身体里 而白浅身上的伤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 等凤雨花全部消失的时候 白浅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 而在玉西治疗白浅的同时 叶华紧紧地握住白浅的手 心疼地说 秦秦 你千万不能有事 不然我要这千万子民有何用 等玉西治疗结束后 对叶华说道 姑父 不必担心 我已经完全治好了姑姑身上的伤势 但是承受九道天雷和三十六道荒火 还是对仙元有些损伤 所以姑父 我想住在喜务宫 每天施法为姑姑治疗 一个礼拜后 姑姑就可以醒过来了 叶华听后说道 好 天叔 天叔听到叶华换塔 便上前行礼道 天叔见过天君 请问天君有何吩咐 叶华说道 你即刻前去安排鲜鹅 打扫雾血店 安排天秋女君住进去 天叔领命退下 玉西说道 多谢姑父 叶华说道 没事 小九 玉西接着换出一张纸说道 姑父 姑姑光靠我的治疗是不行的 劳烦姑父按这个方子抓药 熬出水后为姑姑服下 再配合我的治疗先法才有效 叶华接过指说道 好 我会吩咐奶奶去做的 此时天叔过来说道 天君 雾血店已经打扫完毕了 玉西说道 那好 请天叔带我去雾血店 天叔说道 是 女君请 玉西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天叔去雾血店休息去了 经过一个礼拜的治疗 白浅上神果真如玉西所说 醒了过来 这天白浅坐在床上 叶华正给她喂药 玉西开心地说道 姑姑 你终于醒了 这几天可担心死我了 还有姑父都默默哭了好几次了 小九 你当真不怕你姑父生气 白浅上神看着那一脸害羞的叶华 对玉西说道 玉西说道 不怕啊 看姑姑也没事了 那我就先回青秋了 说着玉西也不带白浅回答 画成一道哄烟消失了 白浅看着消失的哄烟说道 这小九 还是一个急性子 也难为这孩子了 叶华问道 浅浅 小九怎么这么着急回青秋 白浅神秘一笑地说道 叶华 你以后就知道了 一百年后九重天 启禀天君天后 魔戒骏蟒妖王已经被灭 现已平收复骏蟒一族 一名天将前往灵霄宝殿 向叶华禀报道 叶华疑惑道 本君不是说过明日会派兵前往吗 可这是何人所为 天将回答道 回天君 据来人讲 是一位身穿紫色衣裙的上神 紫砂遮面又未曾留下姓名 白浅说道 紫衣上神 一华看向白浅 两人同时相视于笑 似乎心中已有答案 三百年后九重天 一名天将 齐匆匆地进入灵霄宝殿 跪下行李道 启禀天君天后 东黄一带凡间的疫情已经控制 目前所染疫病的百姓 已经有所好转 百姓纷纷称赞说 是那位紫衣姑娘 是胡菩萨 不但控制了瘟疫 还赠于施药 一话说 又是紫色衣裙的姑娘 随后看向白浅 浅浅 小九最近去凡间了吗 你才知道 小九曾说 既然是历练 怎么少得了凡间的一趟 所以就自动笑二哥提出 要下凡立即 白浅回答道 真是难为了这孩子 五百年后九重天 一名天将跑进灵霄宝殿 跪下行李道 启禀天君天后 西海战乱已经平定 勾携乱党的西海三皇子 已经被擒 可是此人手里 却有一封信 说是紫衣上身 让交给天君的 一华说道 快拿上来 本君看看 秀丽的自己 一看便知是谁 上面写着 此人已知悔改 望天君从轻发落 一华问道 浅浅 真的要从轻发落他 白浅说道 知错能改 山莫大焉 他既已知悔改 天君 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一华感慨地说道 看来这紫衣上神 是要把这天下苍生的难题 都替本君解决了 亲切 说起来 本君确实很久 未曾见过小九了 白浅笑道 他如今可是比你我都忙多了 这孩子 除非受了伤 不然根本行不下来 四哥之所以让逼方鸟 随时跟着 就是怕他有什么意外 也好有个通知咱们的人 这守护天下苍生 岂是那么容易的 叶华继续说道 不过小九此举 倒是让你我省了不少心 也算是替你这座姑姑的分忧了 白浅也感叹道 有时候我宁愿他还是 那个潇洒四溢的青秋地基 天真无忧 一辈子都是那只顽皮的小狐狸 可惜 他也是天外天的公主 东华帝君内定的帝后 一千年后 九重天 一名天将进入灵霄宝殿 跪下行礼道 启禀天君天后 因连将暴雨 弱水水势猛涨 本来已经快要漫出低暗 冲向凡间 可经沉去探查的人 看见那位紫衣上神 竟施法将弱水引入暗河 及时阻止了一场灾难 东华不语 只是低眉浅笑 挥手秉退了身边的所有人问道 浅浅 小九是如何先知小弱水的事情呢 白浅一脸了然地说道 天君别忘了 这九重天 还有个私密新君呢 一华恍然大悟 看来玉璽为了守护好天下苍生 确实费尽心思 一万年后 实力逃离 白真问向身边的哲言道 哲言 你说这都一万年了 东华帝君该不会醒不过来了吧 哲言却说道 真真 这话可别让你们家的小丫头听到 不然我也保不住你 可白真心疼地说道 你说小九这么折腾 为的是什么呀 这万年来 这次海报荒不管哪里有事 都少不了他 这实力逃离 都快成为专攻小九疗伤的地方了 你说疗伤也就算了 可小九就是疗伤也不停下来 反而是安排驻守清秋的东华帝君 坐下的三十五位神将 替他处理各处的事情 安抚各族之间的情绪 处理各族的关系 说到底 我实在是心疼这小丫头 哲言说道 我也没想到 这小丫头居然撑到现在 虽说玉希拥有治疗的仙法 又身在飘渺仙境 可是这个仙法不能治疗她自己 玉希也算聪明 自己隐去了身为飘渺仙境仙者的仙泽 还隐居了额间的凤与花印 以上神的方式出现在六界之中 如今这六界提起子怡上神 可是无人不知 只是小五不允许公开她的身份 不然这一万年了 估计上门提亲的 都要把清秀的门槛踏破了 白珍说道 就为了一个沉睡不醒的东华帝君 女孩子家的心思还真是猜不透 哲言却淡淡地说道 珍珍 有些事情你不去经历 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 突然间天空中一阵轰天巨响 遥远的天界尽头 一道紫色的亮光直冲九重天 白珍疑惑问道 哲言 这是天雷声吗 刚才那道光是 哲言没有回答 反问道 珍珍 你可知刚才那道光的位置是何处 白珍恍然大悟道 难道是 哲言点头说道 没错 碧海苍林 白珍惊叹道 是东华帝君 碧海苍林 此时的碧海苍林 白萌萌的雾气 闷散四周 恍惚间看不清晰 远处似有七彩的霞光 将雾气染得一片迷蒙 朦胧的远山 笼罩着一层青纱 隐隐绰绰 在飘渺的云烟中 忽眼忽近 若即若离 就像是几笔淡漠 抹在蓝色的天边 哲言与白珍刚到碧海苍林 就看到玉熙已经处立在圣灵池旁 哲言和白珍同时喊道 小九 玉熙见到 哲言和白珍 行礼道 小叔见过四叔 见过哲言上神 哲言问道 小九 怎么回事 玉熙说道 小九不知 刚才碧海苍林空中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接着圣灵池 就发出五彩霞光 雾气也越来越大 根本看不清前面发生了什么 哲言 是冬华要醒了吗 白珍安慰玉熙道 天声异响 必然事出有因 小九 别着急 先看看再说 此时白珍也赶到了 碧海苍林 开口喊道 小九 玉熙一回头惊道 姑姑 您怎么来了 白珍警示道 一华听到声音 怕你出事 让我来看看你 玉熙点了点头问道 哲言 四哥 是冬华要醒了吗 哲言一脸轻松的样子说道 你说你醒就醒呗 还弄出这么大动静 生怕别人不知道 曾经的天地公主苏醒了吗 玉熙却一脸担心道 姑姑 小九放心不下冬华的先生 我要去看看 说完玉熙消失在雾气中 白珍甚至来不及 抓住她的衣袖 喊道 小九 危险 玉熙朝着那点 微弱的紫光慢慢前行 随着光源越来越清晰 圣灵池也越来越接近 乘着东华先生的冰关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带于半空中 与玉熙相对而立 悬浮的仓盒通体闪耀 光芒汇聚于东华地精周身 缠绕交融间的仙气 时而赤红 时而亮白 瞬息之间 天际风云变色 如同一块巨大的仙状 笼罩着整个碧海苍灵 狂风如同魔鬼般 肆意地咆哮着 强烈地见去 越盖山河 微震四方 玉熙激动地问道 东华 是你吗 好一阵子 雾气才开始慢慢消散 覆盖碧海苍灵的紫光 越发耀眼 眼前的景象 也越来越清晰 只见东华地君离开了冰关 立在圣灵池上方的半空中 浑身上下 都散发出 微震六界的尊贵 气息冰冷地 让人不知如何靠近 长长的睫毛 如雨一般 朦胧了眸中的稀里之色 俊铁的鼻梁 薄薄的嘴唇 青啸时如若红雨飘落 静默时 紫冷静如冰 清敏的下巴 暗暗昭示着他 居傲的性格 让人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压力 阵阵飘来的仙气 吹乱了东华 散落在肩上的银发 似青秋冻雪般的发丝 温柔地划过脸际 垂在紫衣华袍的身后 瞬间东华睁开双眼 野外深邃的双瞳 冬夜寒兴的眼眸 冰冷明彻中 略带柔情 透出一股 不可抗拒的冷傲气息 仿佛可以看透 世间的浅世惊声 玉熙喊道 东华 玉熙脚尖如蜻蜓点水般 离地而起 腾云而上 身后淡紫色青纱 在空中摇曳摆动 偏弱惊鸿 玉熙与东华帝君相对而立 眼眸春水 轻波流畔 玉熙 东华猪唇轻起 玉熙忍了许久的泪珠 瞬间滑落 一双有力的臂膀 将眼前女子 轻轻揽入怀中 煞时间 半空中两道紫色的身影 融为一体 苍合与苍鱼双剑 绕着两人飞舞 像是一对追逐打闹的恋人 碧林鸟滑过上空 整个碧海苍林 弥漫着凤尾花的香味 鲜光许久才慢慢散去 两个相拥的身影 旋转落下 脸上还清晰地挂着 滑落的泪痕 周围三人此时走也不适 流也不适 此时 一道炫光闪过空中 七彩祥云浮现 而幽香 犹如干露般临湿 雄伟气魄 顿时让每个人肃然起敬 女娲娘娘束手拈花 显千水 自有一番清雅高贵的气质 让人为之所舍 不敢亵渎 众人纷纷下跪 恭迎女娲娘娘新嫁 玉熙也行礼道 玉熙见过墓地 女娲娘娘起沉说道 都起来吧 众人说道 谢女娲娘娘 女娲娘娘说道 东华 恭喜你栽结已满 能如此提前苏醒 也算是可喜可贺 东华帝君说道 谢过女娲娘娘 可是东华不明白 女娲娘娘的意思 何为提前 女娲娘娘解释道 东华 你本是紫荆石中的 九天清气幻化而成的仙者 在这东荒一方滑足的碧海苍林 受天地灵气孕育 生于远古后荒枝乱世 以万物为师长 以天地为红炉 以众生为魔力 执仓和神剑 守九柱之心 你命定为天地共主 定先神之律法 找六界之生死 以杀指杀 以朕指战 专注一去 一神一魔 虽平定天下苍生 则天足之仁善者 传之贤君 退居太成功 本该原神消散 身归混沌 但玉熙拼尽一身修为 以本作交与她的 起死回生的仙法 成功换回你的仙身 和破碎的元神 又以与你化身同源的 紫金灵石 和本作雇业丹 以及还魂丹的 修复你的元神 但也难逃这沉眠之劫 如今苏醒 表示此劫已过 过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飞升飘渺仙境 玉熙问道 母帝 为何东华战无败计 兵行必胜 天下遂安 却还要受此劫难 女娃娘娘继续解释道 凡苍生六界 都有因果报应 也正因东华战无败计 身上背负的杀戮 也尤其之重 所以汐儿 东华此劫 再所难免 若不是你这万年来 为他守护天下苍生 而积百事功德 恐怕他如今难以苏醒 哲言笑道 哼哼 小丫头 看来你的一念之人 倒是成就了 东华地金的劫难 如此说来还真是造化 小五 珍珍 看来你们青秋九尾湖的执念 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 女娃娘娘说道 东华 玉西 你们能做到舍己救苍生 乃是六界之福 希望你们能守住这份赤子之心 本座也就放心了 东华和玉西说道 遵旨 多谢女娃娘娘教诲 女娃娘娘看向哲言 开口说道 哲言 哲言回答道 在 女娃娘娘 女娃娘娘说道 你乃上古洪荒凤凰一族之首 同样的一神一魔 父神羽化之际 之所以让你封你福西琴 也是怕你维护苍生 数十几万年来 你也做到从不杀生 你如今可以解封福心琴 用于造福天下苍生 本座相信 你会好好利用福西琴的 哲言回答道 哲言谨遵法旨 谢女娃娘娘 女娃娘娘最后说道 愿 六界从此再无纷争杀戮 天下苍生 安宁平静 也不枉那么多生灵 深贵混沌 仲仙一头行礼道 公诉女娃娘娘先驾 四海八荒听说 东华帝君苏醒 上门之人把太成功 为个水泄不通 可是东华道好 居然闭门谢客 难为了丛林 每天弯腰答谢众神 都快成了太成功的门扇 宫内的小仙俄们 也被东华帝君 暂时调去了 三殿下连送的元机宫 美其名曰 为让这位风流的三殿下 多欣赏欣赏一下美女 实则是不想被打扰 三个月后 碧海苍林 自从东华从沉睡中苏醒 这三个月来 玉琪就经常下厨 做一些美食 帮助东华恢复 还时时叮嘱东华 赶快闭关修炼 原因是因为 女娃娘娘说过 现在沉睡之急已过 很快就要飞升飘渺心境 而飞升的108道天雷 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这一天 东华刚刚出关 玉琪就端着膳食走了过来 对东华说道 东华 你这几天闭关 感觉怎么样 东华说道 玉琪 一切都很顺利 我想我可以扛过天雷 顺利飞升的 玉琪却说道 东华 你可是沉睡了整整一万年 再加上 你已经有数十万年 没有经历过天雷之截 这雷截很厉害的 而且看你仙体散发的仙泽 怕是才恢复了五成的修为 你可要抓紧时间 闭关修炼 恢复仙法 东华说道 玉琪 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 玉琪递给东华 一碗捕神汤说道 可能吧 一万年前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就独自去大战 腰嘴渺落 要不是我以前 一直同理生活 在碧海苍林 闭关修炼那天 突然心口一痛 那我还真的感应不出来 东华 你那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也不叫上我跟你一起去 东华接过捕神汤 看着这时隔一万多年 正在秋后散仗的玉琪 无奈地说道 玉琪 你那时受了天雷 还没有完全恢复 更何况 你还动用了仙缘 而我只是失去了修为 本来调戏三年左右 就可以完全恢复仙法 但是淼卢并没有给我 太多的时间恢复 再说了 就算我叫你一起去了 你的仙法也只恢复了三成 根本不是淼卢的对手 而三朵卓西 也只有我这神魔统体的仙者 才可以进化的 玉琪叹了口气说道 东华 请你以后不要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不是那个永远需要你庇护的女仙 我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守护好只天下苍生 东华喝完了补神汤 放下碗说道 玉琪 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 我记得在你还是白凤酒的时候 不管是在凡金利捷 还是在弱水河畔 你总是义无反顾地挡在我面前 我也记得 在你继任青秋女军后 有三万余年 没有再上过九重天时 林三殿下 曾在与我下棋时提到过你 我当时就说过 天下苍生 寻我必有者从未间断 但是一想天开 请您要来保护我的 这么多年倒是第一次遇到 玉琪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总是会义无反顾地挡在我的面前 遇到任何危险 总是会先想到要保护我 玉琪伸手倒了一杯茯莉花茶 喝了一口 淡淡地说道 东华 你可还记得 数十万年前的那一次 黑熊惊袭击碧海苍林的事件 东华说道 我当然记得 那时 我刚刚化生在碧海苍林才三四年 你当时是以自己的三分神石 融入凤雨花陪伴着我的 玉琪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当时才化生三四年的你 灵气十分微弱 但是你面对那只修炼了千年的黑熊精 却没有丝毫地退缩 义无反顾地挡在我的面前 还设下先杖护住我 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习宪法和剑术 也许我赢不了你 但是我至少不会成为你的累赘 东华听后十分感动 起身抱住玉琪道 玉琪 我果然没有选择仙者 你才是最懂我的仙者 玉琪笑了一下 伸手换出一瓶丹药说道 东华 你该闭关了 这是我用灵泉水 和一些天外天的稀有样材 炼成的丹药 你在闭关时机的服用 可以让你尽快恢复修为和仙法 我已经预知到 你的非生之节就在三个月后 东华点了点头 结果玉琪的丹药后 就走进了闭关室 开始专心的闭关调息 而玉琪在东华走入闭关室后 伸手损下了结界和隔音仙杖 自己则在闭关室外为他护法 三个月后 东华刚刚走出闭关室 玉琪立刻撤去了仙杖和结界问道 东华 你现在怎么样 行为都恢复好了吗 东华说道 嗯 全都恢复了 多亏了你的丹药 玉琪还准备看口说什么 碧海苍灵晴朗的天空突然雾云密布 闪电在云中穿行 玉琪说道 东华 你快撑起仙杖 飞升之节已经到来了 东华立刻升起仙杖 迎接飞升之节 一道 两道 三道 一百零八道紫色的天雷 一道不少地披在东华的仙杖之上 原本在披下第九十道天雷的时候 东华的仙杖已经出现了微微的裂痕 但是玉琪先前 寄放在东华身上的天罡杖突然出现 替东华挡了剩下的二十八道天雷 此时的天空立刻恢复了以往的避空如洗 玉琪见乌云散去就明白天极已过 看向东华说道 东华 你成功飞升到飘飘仙境了 东华却问道 玉琪 你是什么时候在我身上寄放了你的天罡杖 玉琪见东华已经发现了 坦白道 在你沉睡的时候 我那时要替你守护好这天下的苍生 就会有很长的时间不在碧海苍林 虽说我安排了你坐下的三十三位神将和崇林仙官守在碧海苍林 但是都不是我 我实在是不放心 就怕有一点疏忽 你的先生就会受到损伤 所以就将天罡杖放在你的身上 只要有仙侄试图破坏你的先生 天罡杖就会立刻出现 我不管在哪里 也会立刻感觉到 会赶回碧海苍林救你 东华说道 玉琪 赶快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天罡杖 你知道天罡杖对尊神而言是最后一代保密符 更何况你已经身在飘远心境了 现在我已经醒了过来 也成功地飞升到了飘远心境 自然也会有属于我自己的天罡杖 玉琪点了点头 慢慢地接近东华 伸手两指放在东华的额巾 心中默念咒语 从东华的眉心取出一道金色的光芒后 又放在自己的额尖 等到金色的光芒在自己的额尖完全消失 才睁开眼睛说道 好了 东华 我已经取回了自己的天罡杖 你也要再次闭关一段时间 好好地熟悉一下飘远心境的修为 东华伸手缓中玉琪说道 玉琪 这不着急 我已经闭关了六个月 才出来没多久 就又要闭关 都没有好好地跟你说过话 玉琪听后沉引了一下 轻轻地说道 东华 我这也是担心你 你醒来当日 母帝特地离开天外天 来到碧海苍林 还说了你即将飞升飘远心境 但是我当时算不出来 你会到底会再何时飞升 而且你才刚刚醒来 原神跟先生的融合需要时间 才会不断地催你去闭关 好让你安全地度过飞升之劫 东华看着眼前的玉琪 开口问道 玉琪 你可愿意嫁给我 做我东华自服少阳君 唯一的东华帝后 玉琪听到东华的话 群世一阵 想到了那块摆在诸仙台上 自己没能刻上名字的三生石 说道 东华 不行 东华问道 为何 玉琪 我们一同生活了这么久 又是两千相悦 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 玉琪说道 东华 你忘了三生石吗 你在大战秒落前 与我一起去三生石刻字 但是我失败了 现在的三生石上 依旧没有你的名字 你说过 这样我们会引发四海战户不断 生灵涂炭 东华 我不能 东华说道 玉琪 你忘了 我可是昔日的天地公主 这四海八荒 我可以平定一次 自然就可以再平一次 三生石不过就是一块石头 完全构成不了威胁 你还是不愿意吗 玉琪却说道 东华 我虽然是愿意的 但是一万年前 我却看过三生石 写着文昌帝君的名字已经消失 而我的名字 也不在三生石上了 取代白凤九这三个字的事 一个名叫 幻云落语的女贤 这难道是说 我们今生是没有缘分的吗 东华说道 幻云落语 玉琪 你确定没有看错 玉琪点了点头 东华说道 玉琪 你知道我虽退居太成功 不问他事 但是我还是为众神之首 仍旧掌管万仙极路 每年的五月初五 凡有登仙品机时 必然会到九重天鹊的青云店 拜见我一次 以求得一个相应的接品 但是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四海八荒 有一个名叫 幻云落语的女贤 玉琪抬头看着东华 东华似乎陷入了沉思 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玉琪 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记得你作为 青秋帝级白凤九 出生的时候 我曾去看过你 然后去了西天凡境 寻找知晓世间万事的佛陀 解答我心中的疑惑 我记得他说过 在他还是小沙迷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个名叫 幻云解义的男仙 还说他是凤灵幻境中 凤雨一族的帝君 额间带有蓝色的凤雨花印记 而你说的幻云落语 我认为 应该是那个被十分精诚的仙法 所隐秘起来的 在凤灵幻境居住的女仙的名字 而且佛陀也说过 凡是凤灵幻境中 凤雨一族的仙者 额间都有一个凤雨花印记 还说凤灵幻境的凤衣一族 中曾预言 出现额间带有红色凤雨花的女仙 就是这世间唯一的凤雨花皇 而玉熙 你也说过 你是碧海苍林第一朵诞生的凤雨花 也是这四海拔荒中 唯一的凤雨花皇 我觉得 你应该就是曾经生活在凤灵幻境的女仙 幻云落语 也是曾经的凤灵幻境中 凤雨一族的小弟姬 寄人后的凤雨女帝 现在的凤灵帝后 玉熙说道 东华 你说我就是凤雨女帝 幻云落语 可我完全没有任何记忆 而且三生时尚 幻云落语名字旁边 是一片空白 没有别的仙者名字 难道 我此生都不会有音乐出现吗 东华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安慰玉熙 只能轻轻地抱住她 她知道 现在任何言语 都是毫无用处的 只希望自己的怀抱 可以给她一点点 精神上的安慰 凤灵幻境凤雪宫 紫兰看着凤雪宫中 不断震动的凤雨剑 伸手扶上剑身说道 凤雨剑 我知道你感觉到 佛林帝后归来了 可是这数十万年以来 帝后根本就没有回来过一次 而佛林御敌 在数十万年前发出光芒后 竟然直接冲出了凤灵幻境 现在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而凤雨剑似乎听懂了紫兰的话 再次发出了嗡嗡的剑鸣声 发出亮丽的红光 将紫兰拉入了自己的世界 而紫兰进入了凤雨剑世界后 看到了一条红光 问道 这里是哪里 你又是谁 红光闪烁了一下 说道 我是凤雨剑鸣 我跟随我的主人佛林帝后 这几万年就有了自己的意识 紫兰问道 凤雨剑鸣 你可知佛林帝后为什么不回来 而作为佛林帝君的法器的佛林御敌 又去了何处 大家想快点看下一篇的 赶紧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我是雪梨 咱们下期见啦 olene 封 76 3 3 4 8 x2 8 9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